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宋青卖药 长安城里有一位人人皆知的药商叫宋青 宋青待人宽厚 药的质量也高 所以远近皆知 宋青收集药材很严格 凡是到他这里来卖药材的都知道 宋青的人品好 价格合理 而且对送药材的人十分客气 热情地款待他们 请他们吃饭 远到来的还安排在自己家里休息过夜 所以 采药人都争先恐后地到他那里卖药 宋青的药好 来他这买药的人自然就很多 他配的药又从没有出过一点差错 人们都很信任他 加上宋青卖药时 如果对方一时无钱付账 还可以赦账 宋青总是说 治病救人要紧 钱什么时候有 再送来就是了 人们因此十分赞赏他的人品 有的人家药费拖了一年 仍无钱付账 宋青也从不上门讨账 每到年底 宋青总是烧掉一些还不起钱的欠条 有人对此颇不理解 说 宋青这人一定是脑袋有问题 否则 怎么会办那样的傻事 宋青却说 我并不觉得自己傻 我卖药挣钱 不过是为了供养家人的生活所需 我现在生活得很好 不就行了 卖药四十多年 我总共烧掉别人的欠据数不清了 这些人并非是为了赖账 有的人后来当了官 发了财 没有欠据 他照样不忘当初 会加倍地送钱来还我 真正不能还的毕竟是少数 如果像有些商人 对欠账的人不依不饶 那么怎么会有买主上门求要呢 人品是最好的宣传 人们对你信任 有事才会来找你 而不找别人 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友情 宋青的确就是以德取信于民 赢得了众人的敬重 他的生意也就随之越做越大 成了当地有名的富商 对此 社会上议论颇多 有人曾说 无奸不商 无商不黑 人们就用宋青来反驳这个论点 柳宗元就说过这样的话 如今的朝廷 政界充满了唯利是图的市块风气 而商人中却有宋青这样的政治人 这真是一个不小的讽刺啊